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来充实自己的小金库 那么经过环陵二帝的统治 东汉的政治到底是糟糕到何种地步了呢 敬请关注复旦大学江鹏老师为您讲述 一个傀儡的力量 汉县帝第二集 千疮百孔的帝国 上一讲里面 我们向大家介绍了很多关于汉县帝的故事 让大家觉得这不是一个简单的人物 但是历史的事实恰恰是非常有意思的 正是在汉县帝手里 东汉王朝宣告结束了 所以我们如果要来重新评价汉县帝 重新评价这段历史的话 必然会面临这样一个问题 可能有很多人会质疑我们这样的解读 认为汉县帝对这段历史是非常有贡献的 既然他有贡献 他是一个很能干的人 为什么东汉王朝会在他手上面亡呢 这是我们必然要面临的一个问题 也是我们必须做一个澄清的问题 也就是说东汉的灭亡到底该由谁来负责 汉县帝负不负得了这个责 关于东汉灭亡的原因 我们可以多角度多层次的讨论 三国演义里面 在开篇第一回里面就有这么一句话 他是这么说的 他谈到东汉的灭亡 说推其治乱之由 待始于桓陵二帝 意思是说东汉晚年的混乱 在汉县帝旨前的汉桓帝汉陵帝的时候 就已经开始了 汉桓帝汉陵帝 这是汉县帝以前的两个皇帝 汉陵帝还是汉县帝的父亲 也就是说 没等到汉县帝登上皇位 这个东汉灭亡的命运就已经注定了 这是三国演义里面的一句话 那么作为小说家言 文学作品里面的这个语言 它能不能够得到历史事实的证明呢 能不能在历史上得到印证 我们如果对这段历史进行仔细的研究的话 你会知道 这些小说家们的确是非常厉害的 对于东汉晚年的历史的把握 应该来说是非常准确的 何以见的 因为在明末清初有一位大学者 叫王夫之 他有一部非常著名的评论历史的著作 叫《独通建论》 在这个《独通建论》里面 讲到东汉晚年的历史 他有这么一句话 他说 祸始于还林 毒 溃于县地 怎么理解 就是说 东汉晚期他的政治的昏暗 在汉还帝汉灵帝的时候 这个祸根就已经埋下来了 但是这个毒疮呢 要到汉县地的时候才溃来 所以也就是说是什么 汉还帝汉灵帝时代造的孽 这个苦果是让汉县地来承受 在汉灵帝的时候 也就是在汉县地的父亲汉灵帝在位的时候 曾经发生过一件事情 这件事情 经过小说家们的渲染 后来就被定义为 是象征着东汉王朝必然灭亡的一个标志性事件 什么事情啊 大家看三国演义第一回开篇的地方 讲到这么一件事情 是一个灵异事件啊 他是这么说的 建宁二年四月旺日 帝玉温德殿 方身坐 殿脚黄蜂骤旗 只见一条大青蛇 从梁上飞江下来 盘于以上 帝经倒 左右急救入宫 百官聚崩壁 虚于蛇不见了 建宁二年 公元的169年 说是这一年呢 4月15 这一天 汉灵帝呢 到大殿上去会见百官 刚刚要升上玉座的时候 忽然就有一条非常巨大的青蛇 从乌梁上面盘旋而下飞了过来 最后落到汉灵帝的玉座上面 汉灵帝看到这么一个大怪物 当时就吓得受到这个惊吓是非常严重 在左右护卫的簇拥下面 赶紧就逃回到宫里面去了 百官们呢 看到这么一个怪物 也是受到惊吓不浅 于是呢 全自逃奔 逃走了 等到人都逃完了之后呢 这条蛇啊 一会儿又不见了 来无中去无影 这么一个故事 这是小说里描写的场景 当然显得有点夸张 那么他是不是有一个历史事实的依据 来作为他演绎的这么一个背景 或者说是作为他演绎的依据 我们翻开《资质通鉴》第五十六卷 你找到汉灵帝建宁二年四月 你发现还真有这么一件事情 只不过在史书里面啊 不像小说描写的那么有富有戏剧性 看《资质通鉴》里面怎么写 《资质通鉴》里面讲这一年呢 下四月人成 有青蛇建于玉座上 不是大青蛇 只是小青蛇 盘在这个 汉灵帝的这个玉座上面 以前呢 可能这个卫生啊 就不像我们搞得这么好 所以啊 这个屋子里面就见蛇啊 这个也是偶尔会发生的事情 那么虽然有点怪异啊 但是呢 不像这个小说里面啊 这么恐怖啊 这么富有戏剧性 这么一个青蛇事件 经过小说家们的一番演绎 一番附会 最后又产生了一个关于汉代兴衰的神话理论 什么神话理论啊 就有人讲这个汉朝啊 他有一个宿命 什么宿命呢 叫做白蛇线而汉兴 青蛇线而汉王 什么叫白蛇线而汉兴 刘邦展白蛇的故事 大家都不陌生吧 史记汉书里面都讲了这个故事 《资质通鉴》 第七卷 秦二世元年 刘邦出场 也讲这个故事 这个刘邦啊 最后斩了一条白蛇 那么根据这个故事呢 大家进行附会 就把这个白蛇 附会成旧统治者的象征 那么这个刘邦呢 就是应运而生的新帝王 这么一个神话故事 刘邦展白蛇 意味着汉朝要兴起了 青蛇线而汉王 讲的就是汉林帝时候这件事情 这条青蛇啊 是替他那条被杀了的白蛇祖宗来报仇了 因果报应 循环不爽 这就意味着汉朝要灭亡了 这是汉朝的宿命早就注定的 青蛇的出现 白蛇的出现 这都是老天给的暗示 那么当然 作为我们来说 这是只是一个神话故事 是一个附会 不能作为历史事实来相信 但是他告诉我们一个信息 也代表了一个观点 这个说法他认为汉朝的灭亡 你看汉林帝的时候已经注定了 这是上天安排好的 所以才会有这条青蛇的出现 看上去是一个荒诞不惊的说法 但是呢 他跟我们前面影的历史学家 我们前面影了王夫知的说法 王夫知说 汉朝晚年这个政治并入高荒 不可救药 从汉环帝汉林帝的时候 就已经开始了 其实这个荒诞不惊的神话故事 跟历史学家 对于历史发展趋势的判断 它是一致的 虽然有时候它只是个文学作品 是用一种艺术的手法 来讲一件事情 但是其实很多时候 他能够通过这个艺术的手法 把一些事实给你揭露出来 所以我们前面讲 你无论是三国隐义 还是作为历史学家的王夫知 他都有一个共同的判断 东汉晚期的政治 到了汉环帝汉林帝的时候 已经没有办法挽回了 灭亡是已经注定了 旧北老谭 富与香 提示您精彩继续 汉林帝极尾之初 皇室经济状况不佳 汉林帝竟然想出了一个 卖官的办法 来解决经济上的困难 汉林帝的做法 为东汉的统治 带来了哪些负面的影响呢 事实上 汉林帝与汉环帝统治时期 是东汉最黑暗的时期 汉林帝继位后 东汉政治已经病入膏肓 汉林帝不但没有把精力 用在如何治理国家上 反倒关注起了自己的小金库 于是脉官竟然成了 堂堂一国之君的生财之道 那么汉林帝的做法 到底为东汉的统治造成了 怎样恶劣的后果呢 那么具体的 除了像前面的这种 灵异事件神话故事以外 具体的我们是不是能够 找到一些例证来证明 来说服大家 东汉的这个政治 的确是不可救药 我们还是举一个 汉林帝时候的例子 汉林帝在位的时候 有这么一件事情 值得我们来看一下 汉林帝这个人 他在继承皇位之前 是一个地方诸侯 习丰 亵渎亭侯 因为在他之前的 这个汉环帝没有子嗣 所以汉林帝就被挑中 来继承这个皇位 就是后来汉先帝的父亲 汉林帝在做地方诸侯的时候 经济状况不太好 经常哀穷 所以有这么一个生活经验 他做了皇帝以后 他就在想 现在做了皇帝了 可不能像以前那样 老是哀穷了 得想办法弄点钱 得挣点钱 但是他一查汉环帝 给他留下的库房 发现没有多少余下来的钱 可以供他挥霍 供他使用 他就对汉环帝有点看法 他说 他说美炭环帝不能做家居 曾无私钱 感叹汉环帝不善于理财 不善于积学 因为我们知道在汉代的时候 这个财政啊 皇帝的皇室财政跟国家这个国库啊 它是分开的 皇帝你要花钱是不能随便去动用国库里的钱的 你要有一个 用我们现在的话讲 皇帝你要有一个自己的账户 但是这个账户呢 皇帝的账户呢 他传到汉环帝的时候 里面余额不多了 所以这个汉环帝比较着急 那他就想法子要挣钱 大家看这个一国之军 他做上皇帝 他的理想就是要挣钱 那这个国家还搞得好吗 更可气更可笑的是 他想出来的那个挣钱的法子 他想什么办法来挣钱呢 卖官 通过卖官来挣钱 公开买卖官决 他在皇宫的这个西园啊 专门开辟了一个地方 在这里公开买卖官决 这个买卖啊 汉环帝是经过非常周密的计算的 所以这个买卖的情况呢 他还分两种 第一种情况是公开叫卖 主要是针对地方这些官吏的职位 公开标价啊 明码标价 怎么标价呢 二千十的官员 卖家两千万 四百十的官员 卖家四百万 啊 这个二千十四百十 是指这个官员的级别啊 这里主要是指地方官员 啊 很多观众可能觉得这个字应该念旦 对吧 中学的时候老师都说二千旦四百旦啊 这个字在汉代文献里面还是念十比较准确一点 二千十呢 一般的这个郡每个郡的太守啊 基本上啊 属于这个二千十这个党次啊 中等官员可能相当于我们现在的厅局级吧 那么四百十呢 他就要低一点 公开叫卖 那么这个是明码标价的 还有可以变通啊 有些变通情况 什么情况下可以变通呢 比如说你这个人是通过公开的推荐选拔上来的 已经拥有了当官的资格 你想早一点当上 那可以五则优惠 啊 五则优惠 一半 或者呢 只需要交三分之一的款项 啊 总体的怎么处理是具体情况而定 那还有一些人 他没限钱 没限钱怎么办 也行啊 你立刻契约 你先上任 上完任之后呢 加倍奉还 非常灵活这个原则 你看汉林帝这个的确是 啊 非常精通经商 啊 为商之道非常精通 那么这是一种情况 公开叫卖 所以那到最后 有很多要到地方上去上任的啊 你不到西元去谈妥价钱 你走不了 除了这个公开叫卖以外啊 还有很多的 一些重要的职位 你不能公开叫卖 影响太大 比如说 官僚最核心层里面的三公九卿 三公九卿是中央官员里面最最重要的职位 这个影响太大了 你不能公开叫卖 那怎么办呢 汉林帝就让自己身边的这些人啊 私下的去兜售 那么既然是叫卖 也得开个价 三公叫价一千万 九卿五百万 那么是不是有人通过这样的买卖手段 做到三公九卿呢 不仅有 而且还不少 《知识通鉴》里面有这么一句话 他说 事实 三公往往因常侍阿宝 路前西元而得之 常侍啊 就是宦官 皇帝身边的宦官 阿宝呢 皇帝的奶娘 三公这样最高级别的官僚 他都是要通过宦官 通过皇帝的奶妈 给皇帝送钱 他然后才能得到 那这个选举公正 政治公平 到哪儿去体现呢 这是非常极端的一个政治混乱的一个表现 这就是汉县帝的父亲汉灵帝做的事情 这个汉灵帝 他身为皇帝 公开的买卖官爵 当然我们看来是非常荒唐 也是非常贪毒的这么一个人 但是我们看历史上对汉灵帝的评价 这个人荒唐归荒唐 贪婪归贪婪 这个人其实他并不笨 是一个很聪明的人 当时有一个官员就评价过汉灵帝 他说上慎聪明 汉灵帝非常聪明的一个人 只不过什么 没有把脑筋花到正道上 用在歪门邪道上 那么我们如果问这样一个问题 汉灵帝如果他不把自己的聪明才智 花在这些歪门邪道上 不花在这些挣钱的这个途径上面 而是用这些聪明才智来治理国家 他是不是就有可能把东汉的政治 带到一个健康的道路上去呢 恐怕也不见得 为什么 因为当时的政治 已经不是一个皇帝能够左右的 情势非常复杂 可以见得 我们就从汉灵帝挑候选人 挑继承人这件事情上就能够体现出来 汉灵帝他有两个儿子 大儿子叫刘便 是皇后和氏所生 生母是和皇后 小儿子叫刘邪 也就是后来的汉宪帝 刘邪的母亲 生母是王美人 汉灵帝晚年的时候呢 这个刘便已经十几岁了 刘邪呢 十岁不到 有一次这个大臣啊 就问汉灵帝 说你看看是不是该立太子了 这两个儿子当中立谁啊 但是对于这个问题啊 汉灵帝始终犹豫不决 没有给出正面的答案 为什么 汉灵帝为什么犹豫不决 其实根据这两个儿子的情况 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熟悉我们中国古代政治的话 你就会知道 照道理来说 他应该立谁 应该立大儿子刘便 第一 他是长子 第二 他还是嫡子 是皇后所生 我们一般的皇位继承原则 嫡长子继承子 一般来讲是这样 那么之所以汉灵帝犹豫不决 是因为其实汉灵帝并不想立刘便 他更喜欢这个小儿子刘便 他为什么不想立刘便呢 我考察下来 我觉得主要原因有三个 第一个原因 史书上说刘便这个人啊 轻挑无威仪 不沉稳 比较轻浮 不要看刘便年龄小 刘便比他哥哥倒还沉稳一些 这是第一个原因 第二个原因 刘便比他哥哥聪明多了 而且汉灵帝始终觉得这个小儿子啊 在聪明这一点上非常像他 所以他更喜欢这个刘便 第三点 也非常重要 汉灵帝跟刘便的母亲 也就是和皇后之间关系很不好 不融洽 甚至一度想把这个和皇后给废掉 为什么 因为和皇后这个人啊 生性强悍 嫉妒 横行后宫 有很多妃嫔美人 后宫的妃嫔美人 都受到过这个和皇后的迫害 很多我们从一些史料上反映出来 很多受过汉灵帝灵性的 乃至于怀上汉灵帝孩子的 后宫妃嫔们啊 都受到过和皇后不同程度的打击 那么我们就要讲到这个刘邪 刘邪她出身 这个人呢 的确命运坎坷 在娘胎里面啊 就开始遭罪 王美人当初怀孕的时候啊 心里就非常害怕 怕因为这个事情和皇后啊 要毒害她 所以呢 她就想自己啊 把这个胎儿给打下来 通过吃打胎药 把这个孩子给打下来 这个汉献帝从娘胎里面 三哉九难呢 就开始了 但是说来也奇怪 不知道是这个药性不足呢 还是其他什么原因 史书上说 胎安不动 怎么打这个胎儿也打不下来 后来没办法 这个刘邪就被生下来了 那么刘邪被生下来以后 和皇后对这个王美人啊 是更加的痛恨 就生怕王美人 葬着这个儿子 跟自己争宠 所以呢 就把这个王美人给毒死了 这件事情引起汉林地 雷霆大 就想把这个和皇后给废掉 这个是非常的不得 但是在各种势力的斡旋下面 最终呢 汉林地啊 没有把和皇后给废掉 和皇后的身份算是保住了 但是夫妻两之间的疙瘩 这也是解不开了 有这么一个情况在里面 所以 通过我们前面分析的这几点原因 汉林地 他不想立大儿子留别 他比较倾向于小儿子留邪 但是 汉林地 我们前面说 他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 他知道不能随随便便宣布 立小儿子做太子 首先第一个 如果立留邪的话 和皇后 他们和家这个势力会反对 支持和皇后的人会反对 第二 因为你从原则上来讲 的确是让刘便继位更加名正言顺 他是敌长子 无论是废敌立俗还是废长立右 都是不符合我们传统的 这个是挑选四军的原则的 所以汉林地他就一直拖啊拖 拖到临终的时候 还没有决定 还没有公开宣布 要立谁 做太子 但是呢 他在临终前 把这个留邪 托付给了一个宦官 这个宦官名字叫简术 托付给简术 跟简术说 你要辅佐这个留邪登上皇位 他为什么要嘱咐这个宦官 一个宦官来做这个事情 因为这个简术啊 手里掌握着禁军 他有这个实力 可以保护留邪登基 旧北老谭 富与乡 提示您精彩继续 汉林地把留邪托付给了简术 可是费长立右这样的事情 作为皇帝的汉林地 都觉得执行起来有困难 那么简术能完成汉林地 这个临终的祝托吗 在中国古代的历史上 皇权的交替 如果没有遗诏 必然会引起一场激烈的争夺 刘殿和留邪的这场皇位争夺战 实际上已经演变成了 以简术为首的宦官 和以何太后为首的外妻之间的 一场权力斗争 尽管简术手里掌握着禁军 但是他能够帮助留邪登上皇位吗 我们刚才讲了汉林地之所以 把留邪托付给简术 这么一个宦官 是因为他手里有禁军 那么我们再看看那一头 看看何皇后那一头 何皇后那一头也不是省油的灯 他的哥哥名字叫何静 是朝廷上的大将军 实力不可小觑 所以简术他也知道 如果匆匆忙忙的 辅佐留邪登上皇位 何家肯定不会三把甘休 所以简术他就打算 先把何家的势力剪除掉 然后再把留邪扶上皇位 那么当时汉林地 刚刚去世不久的时候 简术因为是宦官 所以他在宫里面 他就想啊 以敦请何静 进宫义室为由 把何静框到宫里面 撑何静身边人手不多的时候 把他给杀掉 何静一杀掉 何皇后能够指望的力量 这个实力就大大的减小 那么接下去 你在推动留邪上位 这个事情啊 障碍就不大了 但是简术这个如意算盘 打得太满了 何静如约的往宫里走的时候啊 简术手下 有一个手下 跟何静是旧相识 关系非常好 何静来的时候呢 简术的这个手下就跑过去 迎接何静 用眼神给他打了个暗号 意思是说里面有炸 不要随便进去 何静一看 大惊失色 马上热转码头 抄静路就跑回去 回去之后 调动自己的部署 做好防守工作 那么这样一来呢 简术杀何静的计划失败了 一旦让何静缓过进来 何皇后在宫中 何静在外面 一连手在兄妹操盘下面 兄妹连手啊 就把何皇后的儿子 也就这个汉灵帝的大儿子 刘变啊 在他们的操盘下面 首先顺利的登上皇位了 刘变先登上皇位 何皇后呢 这个时候他就升格为太后 何太后 以太后的身份临朝 这样了 何氏兄妹 抢得了先机 而且有了名分 简术这一头就陷入被动了 而且何静掌握政权以后 肯定不会散罢甘休 你简术曾经想杀我 对不对 而简术呢 他为了自保 也必须要应对 这个局面到底怎么办 这个事态的进一步发展啊 我们就看到 已经远远超出了流便和流邪啊 两兄弟之间的皇位之争了 那我们怎么来理解这个问题呢 史书上 在讲到何静要杀简术的时候 有这么一句话 他说 静述之中官天下所及 兼奋简术涂壁 及禀朝政 应归诸之 中官啊 这里指的就是宦官 宦官由于长期的专权 外朝有很多士人 士大夫 很多官员 都非常痛恨这些宦官 很多人吃过宦官的亏 被宦官打压过 被他们迫害过 所以啊 再加上简术呢 曾经试图想把何静给杀掉 何静呢 一来是报私仇 二来呢 就想借着外庭这些士大夫的这些力量啊 把这个宦官的势力给打压下去 那么简术他在上一次行动失败以后 当然也是非常的不安 也想先下手为强 把何静先给消灭掉 这样才能保住自己 于是呢 简术就给几个比较重要的宦官写信 意思是说 你们看现在何静这个野心不小啊 看样子是想把我们这些宦官一网打尽 我们得趁现在啊 我手里还有军队 还有禁军 我们先下手为强 把这个何静先给搞掉 结果接到简术这个信的几个宦官里面啊 有个别宦官啊 又是何静的老关系户 拿到信以后 转过头来给何静去看了 说简术准备这么干 所以呢 何静反而利用这些宦官内部的不团结 利用这几个宦官 把简术先给杀掉了 那么简术一死 流遍流邪兄弟俩的皇位之争 那么就先告一段落了 第一回合 流邪先败一局 他的哥哥先登上皇位了 流遍先登上皇位了 那么对于流邪当然何静啊 他们倒也还没有赶尽杀绝 虽然他是简术想支持的人 那么给流邪封了一个王位 是一个王 小皇子流邪失去了本该属于自己的皇位 但是他又重新被立为皇帝 在皇位得失的背后 究竟包含着怎样的血语心丰难 一个傀儡的力量 判陷地第三集 失而复地 事情到这里似乎可以尘埃落定了 可是我们也不免会产生一个疑问 汉陵帝托孤应该有很多选择的 可是他偏偏选了一个宦官 作为自己的托孤对象 那么宦官在东汉末年的历史上 究竟起到了怎样的作用呢 我们知道中国历史上皇帝托孤的事情不少 但是托孤给宦官的少之又少 令人匪夷所思 皇帝挑托孤大臣 一般都是要挑既能干又忠心的臣子 你比如说汉武帝托孤挑的是霍光 刘备托孤挑的是诸葛亮 这都是托孤非常成功的典型 汉陵帝为什么会挑一个宦官来托孤 这是一个大问题 这里面就有我们值得去思考的内容 这说明什么 这说明当时宦官的势力的庞大的确已经非常深刻的影响到政治了 我们前面讲 简朔手里有禁军啊 但是宦官掌握军队在中国历史上当然它也出现过很多次 但是你如果从理性政治的角度去考量的话 这绝不是一个正常的现象 在一个太平盛世 它不会出现这种现象 宦官掌握军队 宦官的势力大影响政治 本来就是这个政治糟糕的一个表现 汉陵帝在世的时候曾经设置过所谓的西元八教位 西元八教位就是八位典领进军的将领 这八位将领当中有我们非常熟悉的人物 曹操元少都是这八教位里面的人物 而这八教位里面的首领领头的人物就是这个宦官简朔 宦官是进军的首领 所以汉陵帝他才会把刘邪托付给简朔 是希望依靠简朔手里的这个军事力量 保护刘邪登基 我们这讲的是刘邪这一头 那么我们再看看他的竞争对手 他的哥哥刘变这一头 那头是什么情况 刘变 他的舅舅何靖是大将军 手里也有军队 我们一般把皇后或者是太后的家人 称作什么 外戚 所以大家看 这一次皇位之争 表面上看上去是刘变和刘邪两兄弟之间的问题 但是其实背后是什么 背后是宦官势力和外戚势力的一次大火兵 宦官保的是刘邪 外戚保的是刘变 他的本质是这么一个问题 给汉林帝一死 这些公平利益就以最激烈的方式爆发出来 而且最后的结果 他是跟汉林帝生前的意愿背道而驰 这说明什么 这就深刻的说明了 当时的政局就不是一个皇帝能够轻易掌控的 而且像外戚 宦官 这些利益集团盘根错节非常复杂 绝不是一时半会儿奔出来的 历来已久 无论是外戚势力座大 还是宦官势力座大 都是在汉林帝之前就已经存在了 我们前面讲到 这个引过王夫之一句话 他不是说祸死于还林吗 有这么一句话 那么在汉林帝前面还有个汉桓帝 在汉桓帝的时候 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外戚权贵 名字叫梁继 梁继这个人因为他有一个妹妹啊 是前面某一位皇帝的皇后 所以梁继这个人就仗着家里的权势 胡作非为掌控朝政 他有一个外号叫跋扈将军 非常跋扈 那么所以汉桓帝对梁继非常头疼 但是想除掉梁继也没这么容易 因为外面朝廷上很多都是梁继的人 有困难要除掉他 那怎么办呢 最后汉桓帝他是利用 几个和梁继有矛盾的宦官 利用这些宦官的力量 把这个梁继给消灭掉了 给阻灭掉了 当时帮助汉桓帝消灭梁继的宦官 主要的宦官有五位 为了酬赏他们 汉桓帝在同一天里面 封了这五位宦官为侯 就历史上著名的叫一日五侯 但是汉桓帝这一头 他通过宦官的力量 把梁继的力量 势力给打压下去 那一头宦官的势力 又在他的福祉下起来了 这些宦官们 仗着自己的功劳 消灭梁继的功劳 作威作福 专权招摇 一点都不比梁继逊色 不仅自己过着非常奢侈的生活 而且纵容自己的亲属族人犯罪 搞得很多人 都不太敢去违背这些宦官的意愿 史书上说 说这些宦官的势力 中外服从 上下平起 几乎没有人敢违背他们的意愿 所以大家看 汉桓帝他杀梁继的这次斗争 只是消灭了外戚梁家 这一家 并没有在根源上杜绝外戚专政 所以后来才有何家 这个现象就是延续到汉陵帝的时候 有何事 另一头 他借助宦官的力量去打外戚 宦官的势力又起来了 本来是只有外戚专权 现在变成你既有外戚专权 又有宦官专权 所以整个国家就在这两支力量的推动下面 一步一步走向混乱的省院 直到汉陷帝继位的前夜 宦官和外戚这两支力量 还在左右着当时的政治 引起很多混乱 有人把宦官和外戚 比作东汉王朝 后期政治的两颗独流 为什么 因为大家看 宦官他的本质是什么 宦官的本质是皇帝的家奴 他是伺候皇帝和后宫起居的奴仆 而外戚呢 外戚是皇帝的姻亲 所以无论是宦官还是外戚 他和皇帝都是什么关系 都是私人关系 在我们中国古代的政治制度当中 一旦有人因为私人关系进入权力 核心往往就会引起非常糟糕的局面 会引起政治的混乱 为什么 因为朝廷的权力本来是属于一种公权力 公共权力 通过选拔人才来任命官吏 来处理各类事务 你一旦把这种权力变成私人权力 私有化 公权力私有化 你或者是通过裙带关系 或者是通过私人关系 来招权纳会任命官吏 必然会引起宣发官员的不公平 各种各样的大小的腐败 所以这个事情 小则引起政治的腐败 大则要酿成巨点 所以我们就看到东汉晚期 宦官和外期的交替专权 影响到了这个政治正常的运行 刘邪和刘变这两兄弟 小兄弟俩 他们自己其实没有太大的发言权 这两兄弟的皇位之争 其实是在他们背后 外戚势力和宦官势力 他们的火兵 严重影响到政治的正常的运作 那么我们从对刘邪 是为什么会失去皇位的这件事情 这样的分析 大家就可以看到 你整个东汉的灭亡 不仅是留邪付不了责任的 乃至于在他前面的皇帝 也不见得能够负得了责任 有一句话叫做冰冻三尺 非一日之寒 我们就看到整个东汉江河日下 在宦官专权和外戚专权交替下 整个政治是越来越混乱 那么这个事情 我们刚才讲 外戚跟宦官的这个斗争 他还牵涉到后来 汉宪帝重新走上地位的这么一个大背景 所以汉宪帝这一次 他是因为支持他的宦官 简朔在和外戚合进的斗争下失败了 所以他失去了皇位 但是后来汉宪帝能够重新得到皇位 重新走上皇位 还是跟外戚和宦官之间的斗争有关系 这个具体是怎么一个情况 我们请听下讲 谢谢